这石人花可不是一般人 男人膀胱一扫 他居然还没断买 强哥想看看是公还是母 没想到一碰 这玩意是只母老虎 只见石人花不停地把鸡嘴 当强哥伸出两根中指时 却被对方给拒绝了 于是他换上带血的手指 立马换了副嘴脸 想试探试探对方的底线 石人花却傲娇地摇头 瞅着还没满月的小可爱 强哥小手使劲轻轻一挤 把单身30年的精血喂给他 再次定眼一看 他对八号技师的服务十分满意 而石人花很快就长大成人 可便秘了20年的小可爱 瞬间撑破价值10个亿的罐头 这场面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太诡异了 但强哥却不知道 自己的宠物正在进化 还每天用自己的精血喂养他 因为强哥心里有两个亿的项目 他要将石人花曝光赚取马内 可就在这时突然走进来一个 身材瘦弱的小姐姐 强哥让他不要把鲜花对着自己 但小姐姐却不当回事 这又人的一幕 一下把还在冬眠的石人花惊醒 没见过世面的小可爱 看见粉红的绿色 他首先想到的是鲜血的味道 于是转过头 试图征求主人的同意 可见到强哥根本不鸟他 下一秒开始不停地秀 接着张开樱桃小嘴 要把这水蜜桃一口活吞了 然而近在咫尺的食物 总是差了0.01米 可强哥发现宠物的礼貌行为 于是一下呼在自己的八块腹肌上 随后带着他来到办公室 抱着自己的小可爱 来到记者的面前 直接坐下来 告诉胖子只要宣传做得好 得到的报酬五五开 很快石人花就红遍大江南北 而强哥经营的花店 更有无数的人慕名而来 可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石人花居然开始说人话